瓜哥说到做到 女神一文文大气视频点赞过了两千 瓜哥就来展开聊一下 阿特阿斯在女神一文文系列大火后 乌乌正夜做的一系列衍生作品 当然由于作品比较多 瓜哥不会像正传作品那样讲的那么细 这带大家一起简单的回顾下 他们首次面对粉丝亮出了牢牙 还是在2012年3月1日 他们当时在街上推出了一款叫 女神一文4 终极深夜斗技场的格斗游戏 仅称P4U 同年7月26日移到PS3和Expo360上 尽管在游戏类型上和正传作品南云北折 但是剧情线却是紧跟P4事件结束的一年后 主角再次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巴士道语 这次整个城镇被奇怪的红雾所笼罩 小熊出现在深夜电视上 主角团曾经在电视里经历过的格斗场 近来越在现实世界中发生 既然是格斗是嘛 剧情你们也懂的 不是每个人都像SMK在剧情上花那么多力气的 像铁卓这种爸爸别杀我 儿子别杀我 爷爷别杀我的剧情 已经算是佼佼者了 何况本来的阶级版是一点剧情都没 这还是特意给主机版加的 作为粉丝上的格斗游戏 本系列有个非常另类的点 就是竟然有全自动模式 只要按下全自动模式 电脑就会自动帮你操作角色 用各种吊炸天的连招轻松吊打电脑 当然连击模式中大家就肯定不能这么赖了 但是也比普通格斗游戏更好上手 随便按都能打出很漂亮的连击 同时这款游戏为了能更耐玩 还推出了一个御城模式 通过格斗胜利所获得的经验 来升级角色的六维属性 或者达到某些条件 学到新的招式和技能 反正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流行 万无皆可RPG了 你们懂的 所以不是太银河的格斗玩家 一个人玩时也能享受到不低的乐趣 游戏本身数字也确实不错 MC高达86分 主机版的销量28万 也算是达到了阿塔斯心理预期了 所以仅过了一年 阿塔斯又推出了P4U2 这一作不光有P4U的人物 还加入了不少P3角色 剧情是紧搁着P4U 采取平行世界多线叙事的说法 讲述了一个不到两小时的小故事 主要的卖店除了可选人物更多外 就是把前作中的剧情一起给囊括了 不光把角色UI和丽慧做得更精细 甚至连配音都加上了 所以没尝试过本系列的粉丝 买个P4U2就可以了 相当于合集 虽然本系列的格斗系统 看上去还是蛮完善的 什么轻重攻击 防御 大招等操作应有尽有 同时还能选择不同同伴的 不同支援技能能扭转战局 角色的技能和攻击招式 也能很好地还原了 正战中的人物形象 但和市面上主流的格斗大招 比起来还是多少差点意思 更多的定位其实还是偏粉丝向的 但粉丝向的作品 你连续两年来各就有点过分了 所以明显成一更足的本作 不光评价降低的三分 连销量都没敢公布 据说是大大的不如前作 于是阿塔斯也就逐渐放弃了该系列 但是他们并不起内 由于2014年6月5日 在老人的3DS上 推出了女神一无人Q 顾名思义 这一系列就是走的Q版可爱画风的 游戏类型定义为DRPG 就是女神一无人一代 那种第一人称走迷功能玩法 采用这个复古的模式 也是因为这游戏 是专门为3DS的台特殊掌机定制的 因为它的裸眼3D功能 让这种模式下的画面 看上去更加的立体 上屏显示游戏画面 下屏显示地图 世界观上 采用了三代四代主角团相遇的设定 同时还追加了两名新角色 在剧本质量和游戏性方面 听说还不错 只可惜是游戏没有中文版 换期的挂歌可能还无所谓 最近十多年因为被中文游戏养雕后 已经很久没有去主动尝试 废中文游戏了 想象以前我连德文俄文游戏 都能玩得下去 真的是恍如隔日 所以这个系列挂歌也没什么可说的 自己都没玩过 只能倒听途说了 MC83分 销量25万左右 也算是发挥了 衍生作品该有的水准 不过2018年 同样发售在3DS上的PQ2 其口碑和销量 对比前作都有不小的下滑 系统上聚集一脉相承 只不过这次是以P5的角色为主 P3P4的角色为辅 MC81分 销量只能查到 日本手中卖了8万套 但是因为发售时 3DS的售明已经接近尾声 NS都已经卖了一年了 所以欧美这反响平平 销量低道忽略不计 而日本这也明显后劲不足 仅仅靠着死忠坟在苦苦支撑 所以据媒体推测 应该是远地前作 大家对于本作的吐槽点 主要是集中在重复的迷宫设计 创新度不足 以及角色过多 细分分布过来 和技能重叠等问题 因此游戏从销量到口碑一路下跌 最终甚至惨到500日元一张卡带 都没能要的地步 此后见识不让的ATAS 也放弃了该系列 不过也正常 毕竟这系列是为3DS贴身打造的 3DS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说到这 女神异容的系列有个特点 大家只要玩过 就肯定会发现 这个系列里的所有作品 记住是所有 其音乐都是可以打满风的 所以ATAS也和大家想一块去了 既然音乐是我们的长处 那单独拿出来 做一款音乐游戏 再来捞一票不更好 所以女神英文4通宵乐舞 简称PCD 于2015年6月25日 在PSP上应允而生 本作也是妥妥的粉丝项作品 因为单就音乐游戏而言 26首的曲子实在是太寒酸了 剧情上紧跟着P4 所以你不是P4的粉丝 普通玩家估计是看得稀里糊涂 剧情虽量不长 但是是难得的全程配音 而且还穿插了不少的高质量动画 但是总体上的内容是偏少的 只能用粉丝项来一笔盖过了 好在音乐数字实在是能打 所以在粉丝群体中的口碑 还是蛮高的 在当时被誉为画面最好的音乐游戏 本作的MC评分80 销量约为94000套 比较出乎大家意料的是 被能吐槽内容略显不足的本作 竟然成为了系列里最良心的一作 也是最了 像三年后的2018年5月24日 ATAS在PS4和PSV上 同时发售了女神U53 越野乐舞 简称P3D 和女神幽龙5 星夜乐舞 简称P5D 这两作的MC评分分别是73和72 两款作品的合计销量 竟然是只有65000份 本来就能指出内容不足了 ATAS这次技能还封成了两个版本来卖 所以口碑和销量双双下滑 这两部作品也确实口感性比较低 24K纯粉丝项游戏 里面的库婆剧情部分 参损严重 还不如P4D有诚意 歌曲数量没有增加的同时 剧情内容却大幅缩损 10个小时就能白金的游戏 配上单手曲值350日元 最佳角色乐曲 1000日元的DLC高价轰炸 有70几分的评价 已是乡亲们给命子了 这个世界最终也被ATAS放弃 可能这段时间被人骂 气象太难看了 ATAS在之后的演成作品中 明显是用心了不少 比如2020年2月20日 多平台登陆的女神游户5 对决 幽灵先锋 简称P5S 这款游戏以女神游户的剧情为基础 延续了原作6个月后的故事 说是ATAS和光龙一同开发的 但实际上主要还是有光龙旗下的 Omega Force工作室主刀的 一开始大家对本作还是有所担心 毕竟无双类的游戏 已经有被作烂的趋势 除了光龙本色的三国无双口碑 销量跌入谷底外 打着连创幌子的海贼无双3 勇者斗龙英雄2 火焰之文章无双等大多反响批评 虽然它们本身都有各自不同的特色 但最终还是离不开枯燥的歌槽本质 而在P5S中 光龙这次无意处理的更好 在玩法上完美结合了无双游戏的歌槽快感 和P5回合制RPG中的经典策略元素 每个怪物都于自己专属的技能和弱点 并且一些精英怪更有具有难缠的霸体护盾 像往常那种无脑的无双打法 很容易就会翻车 所以本作的战斗四路说是无双 其实还是更加偏于女神英文流正传 利用人格面具的不同属性 对敌方进行属性克制 造成大量伤害 造成倒地效果 从而一击毙命 本作的动作打击感和视觉效果 无疑是非常出色的 但美中不足是战斗时的镜头 有时控制的不够理想 并且歌槽游戏被人诟病的 战斗重复度较高 后期挑战性不足的毛病 也是一点不剩的继承了下来 和正传相比 虽然P5S保持了原作的角色魅力和剧情深度 但是它缺少了正传中的社交模拟和日程管理元素 使得游戏节奏更加线性 也让一些喜欢正传的玩家 又会感到一点遗憾 本作的MC评分84 全球销量在2021年年底就已经达到了约130万套 主线的游戏时长约为40小时 在阿塔斯这么多衍生作品里 无疑是诚意最足的一次 最后就是于2023年11月17日 发售的女神英文路5战略版 简称P5T 这款游戏对我来讲就更良心了 因为是第一时间登录了XGP 瓜哥一风笔花直接白嫖了该作 作为逃过了阿塔斯互相讽刺的大砍刀 本作也是阿塔斯首次的新尝试 把系列改成了SRPG战棋游戏类型 抛开战棋部分不谈 本作确实是一款合格的粉丝相游戏 有人要碰了 这是一款战棋游戏 你他妈抛开这天不谈 那跟抛开事实不谈 你有没错那帮家伙有什么区别 确实P5T身上有着数不是数的优点 比如华丽的UI界面 高素质的过场动画 越演律动感极强的BGM 包括P5里能格魅力爆棚的老角色们 总体上P5T也确实提供了不少系列粉丝 喜闻乐见的众多元素 Q版的画面也显得异常可爱 就是SRPG最关键的核心玩法上 阿塔斯显得非常没经验 他们可能并不清楚 战棋游戏的核心是由地图设计 角色的数值 难度设定 战斗系统四大类为核心的 虽然它的名字叫SRPG 但是其最核心的乐趣 还是侵入在S上面的策略部分 而这个年头还在玩SRPG的 只有89都是核心老玩家了 这些人在游戏里都属于鬼剑仇 一个比一个挑剔 结果阿塔斯面对这一批人 采用的却是轻度玩家们最喜欢的轻量化设计 内容上就撑不起一款合格战棋游戏的需求 很快这些单一的系统和玩法 就会让玩家们产生无聊的感觉 下瓜哥也是打了一半棋坑的 细节度过后 就会很快的发觉 这游戏其实是半成品 粗字滥教的技能术设定 毫无特色区别的角色 无脑的难度设定 无一步再给玩家们宣示着 我们就是粉丝上游戏 你们别太认真了 就可玩性而言 P5T比市面上的主流SRPG差了不止一筹 甚至很多远古时期的SRPG都能干死它 本作的MC评分78 销量阿塔斯没有公布 据推测应该是卖的很一般 所以算瓜哥求求阿塔斯 别不务正业了 素页有专攻 你们别什么游戏类型都来参一脚 别哪天又搞出女生又入狂飙的赛车游戏 来拉我眼睛了 专心开发P6不好吗 其中这些演成作品的销量 大家也能看出 其实并没有赚到什么钱 能保本就不错了 何必呢 还坏了自己的口碑 用了个直上难看的名声 那这期女生一无路翻外篇 就到此结束了 其实这期间阿塔斯还搞了不少手游 但考虑到瓜哥的受众就跳过不讲了 另外想看真女生转身系列的观众老爷们 别忘记点赞投币了 这期视频一周内点赞过2000 瓜哥同样会找机会安排 先观看我们下一期视频见